工資條例修訂附表三公告 以及2012年僱傭條例修訂附表九公告的 這個議案的討論 發言的人主要都是勞工界 以及少數的商界 最低工資這個問題 火薰一直以來都是左右兩邊 不斷去爭論 各有各的理據 是吧?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的 我今天回看2010年7月14日 立法會大會二讀最低工資條例 草愛的時候 我發言的記錄在這裡 今天我又要在這裡重複再說一次 我也覺得自己非常討厭 最低工資條例 可以得到立法 已經是遲來的春天 而這個春天是灰蒙蒙一片的 28元一個小時你都夠膽死 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那些人全部應該拿去槍斃 說了九十幾次的了 現在大家在爭辯 勞工界就說我們真是無奈 無奈你就造反了 麻煩你又沒有膽造反 餐餐就是這樣 去到最後就說無奈 你有什麼本事呢? 在這個議會裏面七十個議員 勞工界所謂維護基層利益的 除了工聯會那六個 還有職工盟 所謂工黨有四件 是不是? 我們人民力量加社民連有四個 十四個 還有佳工 十五個 接著還有一些陰陽怪氣的政黨 聖經說你不可以事後兩個主 這裏的議員是有些事後三個主的 又要看這個有錢人面飾 又要拆中產階級鞋 又說要維護勞工階層利益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是不是? 你不止又要做妓女 又要拿精設牌坊 你還要多一件 還身後幫你建個廟可以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便宜的 你只能事後一個主人 你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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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如果你去看我 的話 我覺得我的主人 怎會引起 為什麼我要掌握 我將他才導致 用了要來實用 用了要來實用 一千年 應該不會有來實用 那我做你要查到 那我就沒有說 我已經講過 我們想說 今天 八萬人刺點擊 所有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贊成我們的觀點 很簡單,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 官商勾結,地產霸權 一日比一日,連動的社會 這個社會就是什麼呢? 聽聽剛才那些發言就知道了 向強者低頭,向弱者開刀 喂大哥,加租,做不住你不說 加租就沒辦法了,我也對付不了他 但是人工可以減 人工可以不加 二十八元最低工資是累死我們,要倒閉 但是加租的那個,你催他不漲 你是不是向強者低頭,向弱者開刀 什麼理由呢? 九五八八,包括張宇人在內,自由黨在內 那是什麼理由呢? 通脹 通脹又有其他因素,抵消負面因素比較少 所以加了二十八元最低工資之後呢 負面影響就比較少一些了 那些教授講的,包括雷鼎明這些又派 又派教授 是嗎? 沒有啊,因為有自由行嘛 又派了六千元嘛 那實施最低工資之後,就沒什麼影響了 那樣都說得出的 真是 給一些具體的數據來吧,麻煩你 全世界 已發展的地區 是不是? 那個人均收入低過香港的最低工資都高過你 田北俊 人家會不會倒閉啊? 紐西蘭、澳洲 那個人均收入比香港多一點 最低工資多少錢?知不知道嗎? 人家還有 那個所謂 消費稅也還有啊,大哥 是不是? 又不見人死了去? 台灣,不要說別的 最近說要凍結最低工資幾乎暴動 台灣的最低工資如果按照人均收入和香港比你高於香港 知不知道你們醜啊? 你就是那個肚滿腸肥 這個是一個向強者低頭,向弱者開刀的社會 所以就以強靈躍,以重暴寡,威強欺弱 一個這樣欺善怕惡的議會 跟著你們那班大哥就是我們無奈 無奈就是作反嘛 你又不敢作反? 你又是建制派? 很簡單而已,每次都是這樣的 最低工資,兩年一檢 本來你爭取一年一檢 王國興我支持的 接著都是無奈 每次都是無奈 於是就被這些業入28萬的問責局長 可以為所欲為 根本就是吃滑 你吹得他仗嗎?過去打他 我就經常打他 他拿28萬一個月 還有 即使你現在所謂工商界講的理由 我當你有一半是對的 政府是不是要做事啊? 為何你不去增加低收入人事的租金津貼啊? 為何叫你增加縱援租金津貼 你又不增加啊? 為何叫你交通津貼低收入交通津貼加多些? 不要有資產審查 你又不肯啊? 你基本上就在那裏助長 那些工商界嘛 是嗎? 這些叫做眾欲養惡 孤色養姦 你搞到社會分裂 你是坐在那裏助享其成 因為社會不是一個團結的社會 政府便可以老臣在在 是嗎? 無此得六八九 走進去年宵 十五分鐘便要夾著尾巴逃走 小弟在年宵連續三天 受到廣大的歡迎 他走進去十幾分鐘 都走不出門口 我告訴你 買四支那些轉運軸 一支三十五元 一百四十元 竟然給人家舊水走走 都膽敢死 這些就是有錢人 或者高高在上的官員 他都不知人間何勢 一支這樣轉運軸 三十五元 四支等一百元 真是無恥到極 這些是甚麼人 然後當主便說 他沒有付錢 差四十元 應該你特首去到他的檔攤 是他的榮耀 他應該覺得很開心 很榮幸的特首來我的檔攤 買這個轉運軸 我真的轉運了 轉了衰運 一百四十元 他給了一塊 還欠四條 又有一個店 又有一個 那些攤檔的人說 哦 他來這裡 就真是 不是妖民 這個人存在 根本已經是妖民了 已經是 我們這些官員 我們這些高高在上的 有錢人 他怎會知道這些 你多給兩元 好像黃恩大赦一樣 然後政府又做了很多功夫 我們多少研究數據 又通過這個專門做數的統計處 已經被揭發的 已經被揭發了 我都相信你 都是偏低 好了 做了這些研究 計好 整個一籃子 很多數據 都告訴你 加兩元是最合理的 工聯會當初 跟我們一樣 叫價33元 現在你30元都收貨 你跟我說什麼 如果加2元 33元 應該是35元 對嗎 什麼道理 如果當初是33元 現在加2元 我會接受 對嗎 你28元加2元 我們怎麼可以接受 今天大家就不接受 然後很無奈 無奈的原因 就是在這個議會裡面 那些陰陽怪氣的政黨 就佔多數 那些雙方 都是為基層打拚的政黨 到後來就不舉揚毀 於是就讓政府 讓那些有錢人 可以 欺善怕惡 為強欺弱 向強者低頭 向弱者開刀 你現在告訴我 28元加到30元 現在怎麼生活呢 30元的最低工資 所謂工資的限限 30元怎麼生活呢 張建宗 你睜大眼睛 起床洗臉拆牙上班 你斗你也不用掃的 你知道嗎 你那份人工 放在銀行上 自動轉帳 動都不用動的 還可以炒樓 好像後面那個波哥那樣 28元加到30元 政府沒有發言權 當然有 不要考慮明目 不要亂說話 斷章取義 說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 有三方的代表 有勞資 有學者 奴方是弱勢來的 在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 這班代表奴方的 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委員 應該自己自殺 說就說 包括工聯會的人 有什麼顏面去面對工人 如果你拍桌 拉倒 三個一起集體 退出最低工資委員會 等只是商家 加上那些右派學者 去研究這個最低工資的水平 你就不用負責任了 你走進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 你就承擔他的罪惡 在今時今日 將最低工資 由28元加到30元 是一個罪惡 你勞工界代表 可以接受 你還在這裡說什麼 還這麼多人在排隊 說話閒姐 我沒聽他說 那張照片知道我說話 最厲害的 講的是天下無敵 為了選票就告訴別人 我代表勞工階層 所有的議題都有你們的份 排隊說話 說了話之後 對那個大局有什麼影響 你完全沒有影響 不但沒有影響 在那些大事大非的議題 你全部投贈成票 站在政府這一邊 我們這邊還有些公民黨 民主黨 加上十幾個人 事後三個主人 勞工界我也支持 勞工界 我都不反對 中產階級更重要 你真是發財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主席 我們只有一條路線 堅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 人民最大 看到嗎 什麼議會 大家在演戲 開心得不得了 民建聯合坐了一個人,最厲害,最大的政黨 主席是公投 可能是共產黨員都未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持 現在你無產階級去了哪裡? 你這麼大的政策,發財了 對嗎?對嗎? 每個人都坐好車嘛,大哥 今時不跟往日 你現在有些能力,你在議會裡面最大的政黨 你是不是應該為一些很悲慘的勞工階層 說回公道說話,就不像我在小組委員會裡面 看到民建聯的意見書,或者看到的嘔血 看到袁秋港的意見書照讀,你還嘔血 說到最後的觀點就是維護那些,哎呀,加了兩元 不是不好,不過你又影響你做生意 大哥,比自由黨更壞 說說對我來說,自由黨起碼其次鮮明 寧願被人罵二十元張 一說這個問題,就被公聯會動他 公聯會就不知為何這麼喜歡搞自由黨 你是不是搞另一個,不搞現在梁君彥那個 專門搞自由黨,這麼奇怪 又二十元張又什麼,說了九年,是舊民來的 你們,是不是,搞第二點,搞民建聯,這樣嗎 各位,各位,各位什麼,各位強哥 不要說錯了,你們的名字我都很難說 我最近才考考學生,說了公聯會六個議員的名字 給我聽,說了那個,什麼經民聯的那些議員的名字 給我聽,說不出 但是你叫他說長目,一說就說到 這條條例,即是實施了兩年多 現在才是加兩元,五月一號開始 張建宗,你知不知道羞恥呢,請問 你有一種本事,就是臉皮極厚 皮笑肉不笑,有一個鏡頭對著你 所以你做好表情,你EQ很高 剛才我剛才所說 如果這個家良民都沒有辦法去改善到勞苦階層的生活 政府是不是可以做些事情,張建宗 是不是可以提高縱緩的租金津貼 是不是可以給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有租金津貼 是不是可以交通津貼那裡加碼 然後不要用你那套舊的入息審查 行不行啊,張建宗 鍾國斌議員